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今天上午成立有关进口鸡蛋执行情形调查 专案小组并在蓝白的运作帷幄之下 推派由民众党立委张继凯来担任赵继人 而民众立委集体退席抗议来看稍早画面 民进党到底在怕什么 到底在怕什么 为什么不愿意把真相公开 刚才邱映委员说 其实检调可以查所有的案子 我现在想要质疑的是 民进党委员现在已经是可以指挥检调办案是不是 所以他可以指使检调说 你全部案子要查呀 为什么我们可以查 我们不自己查 还要交给检调 你看市至585号里面就说 国会应有调查权 不需要调阅资料 是要自行调查 检调查了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不公开 而且也没有进度 那委员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呢 为什么不相信说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 经济委员会 未来委员会 都有排过相关的专案报告 也排过实地的这个考察 所以所有的资料 都有上网去 给所有全民去检验 所以为什么还要违宪违法 成立调查委员会 我想他主要目的 就是用政治的手段 来干预国家的运作 用政治的遏制的方式 来让这个行政权 受到严重的侵害 侦察权受到严重的干扰 所以对于这种违法违宪的成立 这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小组 我们经济委员会 民党团所有的成员 用最严正的态度 我们退席抗议 这是在国会改革之后 成立的第一个专案小组 来调查的是进口基兰的部分 也通过了相关的运作草案要点 包括要调查对象 包括的是农业部 以及相关单位 预计这是第一个调查的小组成立 之后将会有更多的调查小组成立 也会成为立院工坊焦点 我们下期再见